这个是最主要的两类资产 从暴力上面来讲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这两个东西有贯性 有贯性的地方就是 受资金都受资金影响 就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利率 都受利率 因为资金有两种来表达方式 一个是叫资金的价格来表达 就资金的价格就是利率 如果利率很高了 说明这个资金很紧 还有一种就是资金量 就流动性 流动性越宽裕 那么这个资金很多 资金价格自然就下降 这两个东西都受到流动性影响 流动性很穿裕 就浑水泛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讲叫水流 大水流 这个时候股债都会流 股债等流都涨 资金驱动 资金驱动的 即使经济不好 股票也会涨 只要不是太差 它都可以 反过来 如果资金很紧张 资金利率上升的话 那么股票债券叫我们统论 叫股债双沙的 是 它没有这个活水了 股债双沙 流动性很差 这里我再猜一句就是 过去十年我们统计过中国 你们刚才问到中国 我们也做个统计 每年人家 每年人家统计了 过去美国三十年 我们也统计了中国的 十年 过去十年 股票和债券之间的相关性 大多数情况下 它两个是负相关的 也就是十年里面 有六年是负相关 就是你涨我就跌 但是有三年 他们俩是同涨同跌的 三年是同涨的 三年同涨 但是有一年是同跌的 哪一年 大家都知道 都想知道 就是2013年 2013年 对 股票和债券都是跌的 资金利率达到非常高 那么股票也卖 债券也卖 明白 看来跟这个利率的 相关程度是非常高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它呢又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 当经济往上走的时候 企业的盈利是非常好的 那么经济往上走 物价往上走的时候 债券是要跌的 股票是要涨的 股票涨 债券跌 这是由经济周期驱动的 明白 不是由流动性驱动的 好